下面我给大家读一读 我这个叫世界外交大词典上下册 售价人民币八百 两千六百多页的内容 这个非洲也有大外宣 非洲也有洋五毛 这个叫地理哀事件 地理哀事件 这些洋五毛都是白人为主 西方人 还是白人西方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1986年的7月9日和10日 法国电视一台和星期四事件周刊 分别披露 喀麦隆 喀麦隆是西非国家 喀麦隆国家安全局 与法国记者雅克蒂利埃 签订了一项工作协议 喀麦隆当局用金钱收买法国记者 就是这位雅克蒂利埃 为其歌功颂德 是吧 因为他们是法语世界 是吧 喀麦隆更看重法国的电视台 是吧 所有的法语国家 尤其是西非北非 是吧 和法国之间啊 就像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一样 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他们潜意识里边 虽然独立了 但是还是认为 法国是他们的老大 签订了工作协议 为其歌功颂德 7月11日 喀麦隆政府发表公报 指责法国新闻媒体 蓄意制造了这一事件 你们是谎言 骗人的 同日 喀麦隆论坛报 发表了题为 新殖民主义的伎俩的社论 指出地利埃事件 使一些怀念殖民主义时代的人 炮制的阴谋 目的在于破坏非洲的稳定 给人扣大帽子 开始撒泼打滚了 跟中国的外交部一样一样的 是吧 7月12日 喀麦隆总统比亚 在喀麦隆军校 授贤仪式上讲话 不点名的 批评了法国新闻界的 恶毒谎言 同月23日 法国总统非洲事务特别顾问 居佩内 访问喀麦隆 表示喀麦隆 表示巴黎和亚温德之间 亚温德就是这个 喀麦隆首都吧 不存在争端 法国一些记者的文章和声明 与法国政府及其元首无关 对呀 人家是有新闻自由的呀 对吧 当然人家媒体自由的 是吧 报道 自由的发言 自由的评论 对吧 这个跟中国这种国家 是吧 媒体不自由 完全不一样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聊 这个德利亚斯特事件 1952年 5月9日 英美和意大利 不顾南斯拉夫的反对 在伦敦签署了 关于甲区行政管理的 十点谅解备忘录 规定意大利 向甲区盟军司令 委派政治顾问一人 并推荐高级行政长官一人 由甲区盟军司令委任 并向后者负责 其职责为管理内务和财政经济 管理人员由意大利政府推荐 甲区盟军司令委任和撤换 这个德利亚斯特地区 有点像那个柏林四区分区占领 也有点像整个德国和奥地利 是吧 国际贸易和安全 仍有甲区盟军司令掌管 13日南斯拉夫的声明 上述决定是单方面的 违背甲区现状 1953年10月8日 英美决定从甲区撤出军队 将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意大利 造成继承事实 10日铁托宣布 意大利军队进入甲区 是侵略行为 建议德利亚斯特港市区实行自治 主权属于南斯拉夫 1954年2月 英美两国代表在伦敦 分别同意大利南斯拉夫大使 讨论解决德利亚斯特港问题的方案 在英美的撮合下 意大利南斯拉夫于5月至10月 直接进行了谈判 10月5日 英美一南四国签署备忘录 指出由于对 由于按对意大利合约派总督 治理德利亚斯特港的条款 以证明不可能实现 四国做出了实际安排 由意大利和南斯拉夫 分别治理德利亚斯特港 甲乙区之间的边界稍作调整 英美从甲区撤出 将管理权移交给意大利 意大利南斯拉夫各自在自己负责的地区 实行民政管理 双方在对等基础上 保证德利亚斯特港及其郊区的 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 与此同时 英美声明其政府绝不支持 南斯拉夫或意大利索取 在另一方主权和管理下的领土要求 苏联也于10月13日 致函联合国安理会表示 注意到了上述决定 认为它有助于这一地区 紧张局势的缓和 备忘录规定的边界调整 于1957年完成 南斯拉夫议会批准了这一备忘录 但意大利议会一直未批准 1974年 南斯拉夫和意大利 因为德利亚斯特港边界路标问题 发生了争执 实质仍是这一地区 特别是南斯拉夫管理的 以区的归属问题 双方一方面陈兵边界 一方面秘密谈判 1975年10月 两国外长在各自的议会上 同时宣布双方已达成了协议 两国议会分别授权政府 继续进行结束性谈判 1977年 两国在意大利的奥西姆 签订和平解决 德利亚斯特港争端的条约 这一条约 实际上是把1954年以来的状况 法律化 明确甲区是意大利领土 乙区是南斯拉夫领土 南斯拉夫在领土和领海方面 做了微小的让步 将具有军事意义的 Sabdino山 Sabdino 这种名字就像意大利的名字 Sabdino 拉丁的名字 划给意大利 甲区的领海 延伸至原属南斯拉夫的深海区 条约 还对居民的国籍 财产保护 边界自然贸易区的管理 自由贸易区的管理 以及成立永久性 混合委员会 研究原甲乙两区 在水利 电力 交通 和经济等方面的合作等问题 做出了规定 这一条约 得到了南斯拉夫和意大利 两国议会的批准 至此 两国之间持续 28年的 德利亚斯特地区的 归属问题 最终 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蒂拉纳议定书 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 于1920年8月2日 在蒂拉纳 也就是阿尔巴尼亚首都签订 规定意大利在1920年9月2日前 从阿尔及利亚各地撤军 不包括 萨扎尼岛 放弃吞并 发罗纳 并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委任统治的要求 尊重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成 此前巴黎和会 尚在讨论12月9日的备忘录 阿尔巴尼亚前途未捕 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组织 民族保卫委员会 于1920年6月3日 向意大利占领军 司令部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意大利将发罗纳 台配莱纳和喜马拉的管理权 交给阿尔巴尼亚爱国者 鲁什涅代表大会 俄罗斯叫杜马 蒙古叫大呼拉尔 中国叫全国人大 美国叫参议院 众议院 英国叫上院下院 代表大会授权组建的蒂拉纳政府 限24小时答复 一方不理 6月5日武装起义爆发 一军讨伐行动受挫 意大利的战场上 基本上就没打得过谁 基本上跟谁打也是完蛋 跟那个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也完蛋 是吧 谁都打不过 跟希腊也打不过 跟南斯拉夫也不灵 意大利人就吃喝玩乐 是吧 打泡 喝酒 闲逛 晒太阳 啥事都不干 就是守着古罗马的那些遗址 意大利政府被迫与蒂拉纳政府谈判 并签署一定书 巴黎和会有关阿尔巴尼亚问题的争吵 随之结束 1920年的12月17日国联大会 就是联合国的前身 接受阿尔巴尼亚为国联成员 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获得国际承认 阿尔巴尼亚